这个前台南县议长吴建宝呢 今天是假释出狱哦 那可以看到呢 他整个人是满头的白发 那坐着轮椅呢 被人送出这个台中监狱哦 看起来相当憔悴哦 也少了过去的霸气 那面对记者呢 询问是否会觉得司法不公呢 他是这样子回答 议长身体状况怎么样 我上面有什么话要说 没有没有 会觉得司法不公吗 没有没有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吴建宝离开监狱时呢 是全程的坐着轮椅哦 那连上车的时候呢 都要有好几个人来帮忙 搀扶他上车 身体看起来是相当的虚弱 而吴建宝呢 是涉嫌在2007年呢 操控这个职棒球员配合打假球 那在2014年8月高等法院 依诈欺恐吓等罪名呢 判处吴建宝5年5月的徒刑确定 那他却在发肩执行前夕呢 来逃亡菲律宾 在2019年呢 才被押返回台服刑 由于他必须洗肾呢 才转到了有洗肾设备的台中监狱服刑哦 解决的时候 对吧